柯銀佩的民調的確下滑 因為你沒有聲音了 他是所謂的非力裡面 反民進黨的共主 可是因為這幾天好像民眾黨 柯P方面的聲音弱掉了 不要再歸收在這個地方了 要挺身而戰了 榮溫良公儉讓兵敗如山倒 權力不是施捨來的 權力是搶來的 有人已經罵你民眾黨 設白蓮教 你也把這樣的侮辱也吞下去嗎 有人笑你阿伯沒有錢 所以沒地方可以去 沒有辦法像國民黨民進黨一樣辦活動 辦了那麼多人 因為有錢 然後就笑你們的阿伯 你們福氣嗎 你們吞得下這口氣嗎 相信科學的你要面對現實 我跟你說 柯銀佩的民調的確下滑 你不要跟我講說 只有一份第一名 沒關係我知道 很多民調不可信 但是我們看的是大趨勢 因為你沒有聲音了 民眾黨不出來 你的民調當然會下滑 你信不信民眾黨 現在內參民調也下滑 因為你只有不好的新聞 你本身躲起來 然後你其他能打的一個都不行站起來 對 那你站不起來看不到臉 人家為什麼要支持不見了 為什麼在軍藥飯店之後 為什麼這個柯P的民調會掉 整個柯P的支持者有兩種 一種是年輕的 另外還有一個是深男過來的 深男過來的 他們為什麼支持柯P 因為他們覺得柯P 是非綠裡面 在野裡面最敢罵民進黨的 最敢挑戰這個蔡英文的 賴清德呢 他是所謂的非綠裡面 反民進黨的共主 第一品牌 所以支持他 可是因為這幾天 大家看到了 好像民眾黨柯P方面的聲音落掉了 沒有啊 而這些這些啊 這些所謂的柯P原來 支持他的難營的人 這時候就開始回歸了 然後趙沙公因為聲音喊得很大 所以這些人開始回歸了 所以整個柯P的民調 就顯著的下跌了 不要去認為 這是個假象 或者戰詞的 不處理它 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才講 不要再歸收在這個地方了 要挺身而戰了 這時候如果還在談那種什麼 溫良公儉浪 那就像當年的馬英九執政的末期一樣 兵敗如山倒 而且最重要的是 產品再好 人不知道啊 人不知道你要怎麼辦 酒香不怕巷子升 但是你XX巷子也太深了吧 你巷子到防空洞裡面了 升到人家根本聞不到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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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